这是一场严寒冬季 延续千年的渔猎盛宴 这是一次冰湖藤鱼 单网数万斤的盛大捕捞 跟随领队王静 一起去探寻茶干湖东埔的秘密 再次一次 再次二度参加 再次三度参加 再次三度参加 二度参加 一分钟参加 时间,2020年初,坐标,吉林省松原市前国尔罗斯蒙古族子之线,查干湖。 这次的出现地点,让我一听到名字,就哆嗦了一下。 听说,这个季节,查干湖的平均温度都是零下二三十摄氏度左右。 这里的气温能让一杯滚烫的热水在泼出来的瞬间就冻成冰雾。 但这极低的气温也让松花江边有了雾松的奇观。 这里的一切都因为冬季极低的气温而变得神奇。 其中,最让我们好奇的就是查干湖东部,一种延续了千年的渔猎活动。 辽史天作皇帝本记中记载,辽国天庆二年,公元1112年2月,天作皇帝在松花江钓鱼, 令千里之内的女征各酋长在江边附会。 而这项有着近千年历史的东部活动,让我和摄制组的同事们,即便是冒着严寒,也一定要前往探访。 七晨五点,设置组共六辆车,从居住地准时出发,一同开往查干湖。 在雪地里开车,那对司机是一种极大的考验。 无论速度多慢,一旦掌握不好方向,瞬间就会驶出安全道路,陷进路边的雪堆。 正在我们提心吊胆之时,一辆车的轮子就陷进了雪地里。 这下,只能全员下车,开始集体推车了。 眼看着拍摄临近,导演组心急如焚,但好在经过不同方式的尝试,大家终于合力把车从雪坑里推了出来。 之后的行程总算顺利,将近上午十点钟,我们才有惊无险地到达了捕鱼中心点,拍摄正式开始。 小心脚下啊,慢一点。 同学们,咱们今天相聚在这白雪矮矮又美丽的地方,我告诉你们啊,这个地方有一种既神秘又神奇,还用非常神圣的生产方式还保留在这儿,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我知道,我知道。 你知道,你说,这里好像有东部,是捕鱼吧。 捕鱼是吗? 东部。 东部。 东部能抓上来多少条鱼? 为啥咱这儿有东部啊? 捕鱼都是在天气温暖的时候进行,这个为什么要在冬天呢? 是啊,而且咱这儿的冬天还异常的冷。 大家看看这雪踩一脚下去,是不是连这个鞋都慢过来了? 咱们现在气温都得零下二十多度。 那为什么东部在这么严寒的冬天在这儿能举行呢? 如此寒冷的冬天,在这千里冰封的大湖之上,捕鱼要从何处下手呢? 这次节目组请来了曹宝明老师,解答我和同学们的各种问题。 曹宝明致力于挖掘东北民间文化遗产,跟茶干湖东部这项活动已经打了三十多年的交道了。 曹老师,曹爷爷好,同学们好,我们步履为奸,终于找到您了。 慢点啊。 咱们先问问曹爷爷,咱们现在是在哪儿啊? 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叫茶干湖。 咱们现在就站在大湖之上。 它是中国的七大淡水湖。 就是下面结了厚厚的冰是吗? 对,这个冰现在已经结到将近一米厚。 一米厚,你有多高? 一米二,是不是跟咱们这个小同学差不多高度啊? 这么厚的冰。 冬季茶干湖的湖面一望无边,冰面上还点缀着耀眼的白雪,确实美不胜收。 但这么厚的冰层,想要探知冰下的情况就十分困难了。 这让捕鱼显得更加神秘又充满未知。 而我最好奇的是,冬季在冰下捕鱼,是什么人想出的主意,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大致是在十二月中旬,东浦就开始了。 一直浦到第二年的三月份左右吧。 有没有记载是从什么时候就开始有了? 有史料记载的呢,那么叫村纳波。 这个村纳波就是当时的辽代这个国王啊,他把形影架在冰上。 然后这些帐篷里要招待各国的史臣。 大家就在帐篷里冰上扫出一块冰, 然后用冰穿打出眼儿,下上网,铺上鱼,这就是最早的东风。 所以要说起来上千年的历史。 原来,这样令人惊叹的大型渔猎活动, 竟源于辽国皇帝喜欢吃冰鱼的传统。 茶干湖的古老东部延续至今, 而且在2008年被正式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这就让我更加急迫地想知道, 东部究竟是怎样进行的呢? 为了解答我们的疑惑, 曹老师带我们找到了捕鱼队的带头人张文靶头。 那咱们捕鱼工作每天大概是从几点开始啊? 我们早上五点多钟吧, 就从家往湖面上走了, 还是黑的漆黑一片。 为什么要赶这么早啊? 我们这个网一天就是正常, 从下到出就得8个小时到9个小时之间能打得一网。 如果我们要不早上早点来, 有可能是这网出完了以后肯定要黑了。 那还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 您往往都能捕到鱼吗? 对啊,往往都有啊。 往往都有鱼? 对啊,对啊。 茶茶叔叔,这么大的湖, 你怎么知道哪里有鱼? 在哪儿打眼呢? 这个问题问题好。 这些年我跟你说, 我脑海里已经把我们茶干湖的湖面, 这个这样的地图是印在我的脑海里了。 我哪块有鱼, 哪块有多深的水, 但是地貌什么样, 我已经都深深地有烙印。 所以说,我们通过我们多少年的一种经验, 我们今年冬季啊, 如果要封湖的时候, 可能是西北封, 今年就是西北封封的湖。 西北封封的湖的时候, 鱼就是顺流而下, 马上就进入下流的这个冰层底下, 所以说你就掌握, 今年的鱼就在东南岸打, 我们上来打一百多岸就在这位置打, 绝对是一个经验。 打鱼,不仅要对天气, 而且还要对地理非常的了解。 同学们好好学地理。 这是绝对的。 五鱼人每天清晨天还没亮, 就要赶往湖面, 我几乎无法想象这背后的星湖。 刚来宋岩时, 我乘坐的航班正是凌晨到达, 走出机场大门的那一刻, 裹挟着寒意的大风呼啸而来, 让我刻骨铭心。 为了保证外景的拍摄, 我自认为做好了最完善的抗寒准备。 大羽绒服里套着小羽绒服, 外加帽子,围巾等各种保暖措施。 但站在冰面上不到十分钟, 我就感觉从上到下都冻透了。 就是这样的严寒之下, 捕鱼人还要那么早来到冰面上, 那捕鱼工作又是从何开始, 又要做哪些准备呢? 看看这是什么, 你们不懂吗? 是没看见过? 这就是咱们着冰眼的大窜。 这个窜是干啥呢? 早上来, 咱们就开始着冰, 用它着的。 这是咱着掏的, 这是咱逃冰用的。 看完这, 找完了, 那里面都有冰, 咱们就过它, 就逃出来了。 这是一套工具。 咱们打这个眼有什么作用? 咱们打完眼, 打那个窜杆, 身后这根窜杆, 看见没有? 看一下同学们。 看看, 这个身后就是咱们打完眼, 把窜杆送到冰架里, 送到冰架里后, 后面带的是绳, 一个水线, 这个水线后边是带的啥? 带的是这个桃。 桃? 这个黄桃, 叫桃啊。 后边拴的就是咱们这一个一张大网。 一公里, 建方的一个位置, 挪到前面窜眼。 两岁嘛, 在同时合拢, 才开始, 现在这个情况开始出啊, 就这么一个过程。 这个棍子就相当于针, 然后咱们穿上线, 然后你每天来打的这个眼, 就从那下针, 然后把一张网这样穿到下面去, 给它铺开, 拉开是吧? 铺去全摸, 铺去全摸, 铺去全摸。 太聪明了。 冰夏捕鱼是一个浩大的工程, 张把头选了一个好的并卧子, 也就是冰夏鱼多的地方, 带着捕鱼队员们开始工作了。 虽然寒风凛冽, 但湖面上这群身穿羊皮袄, 头戴绒帽的捕鱼人, 手中拿着各种各样的工具, 却是一番热火朝天的工作景象。 接下来, 趁着鱼还没捞上来, 为了让同学们真正看明白冰面下发生的事情, 曹老师带我们去了个好地方。 这个就是咱东北渔猎冬天捕鱼的一个模型, 这个玻璃罩就是个冰面的意思, 就是冰, 那大家看这三个工具, 这个叫串联杆子, 这个叫走钩, 这个叫扭毛, 这三件工具就是要把它往下到冰底下的工具, 首先是找一个洞, 找一个长方形的洞, 然后在长方形的洞里的两侧分别遭冰眼, 同样这边也是长方形, 这就出口, 出口口, 而这两边这个网下去了, 大方下去以后, 可不可以看到分开了, 这个分开的时候非常关键。 原来, 鱼网在水下不是平铺着, 而是立起来的, 这样才能形成包围状。 鱼网所经之处, 鱼尔禁收网中, 这样的桥思让人叹服, 但曹老师又告诉我们, 水下还隐藏着许多不可预知的危险。 今天咱们在病人看到的非常危险, 因为什么你经常碰到意想不到的事情, 所说你意想不到的事情, 最网在走的时候, 就突然就底下有树枝的混石头就卡住了, 卡住如果马硬钻就蛇了, 这鱼就在里边跑了, 而且拉不出来了, 怎么办, 不能让它断呢, 于是必须要有鱼工, 从这个眼, 它搁哪儿卡住了, 就从哪个眼人要钻一下去, 大家想想该多冷。 这是您的意思说是跳到这个冰窟窿里面, 钻到冰窟里去, 拿着一捆草, 这捆草就跳到里边, 看哪块卡住, 垫到那个鱼网的下边, 叫垫骨草, 它憋着一口气, 垫完了再从原先的眼儿生出来, 生出来的时候, 人们马上用棉被把它一裹, 卡到窝盆里边去, 先放在窝盆外边, 不能马上进到窝盆里边, 先在窝盆门口用血来搓它的身上, 用什么? 用血,用白血, 用白血来搓它的, 把它身上的每一个部位, 手脚耳朵都要搓活血了之后, 才能抬到屋里喝一口酒, 才能烤火, 不然的话就是人就不行了, 那就是皮肤就发黑了, 特别危险。 为什么知道这冰下的水得多冷啊? 所以我们吃到的鱼很香, 但实际上就是东北, 渔民东普是特别苦的。 没来茶甘湖之前, 我在电视里看到过各种各样东北的热闹场面, 那些刚从冰窟窿里落上来的鲜活肥鱼, 让人过目不忘。 但来到茶甘湖, 我才亲眼见到丰收背后更让人激动不已的场景。 几千米的渔网仅仅仅依靠人和马的配合, 在如此大的冰湖下完全撒开。 正像草宝明老师在最后的鱼猎部落中描述的一样震撼。 严冬, 当厚厚的白雪覆盖在茫茫的科尔庆草原上, 老北风呼啸吹瓜的时候, 查干纳尔壮丽的东部就开始了。 这时候, 仿佛土地在颤抖, 马儿在撕脚, 人们在呐喊。 这些质物上台, 你今天太四个月了吧? 当厚厚的地方。 你们会有什么厚厚的地方。 你童谀把它借到颗你看一些 ankles, 是吧? 那就是什么门啊! 那就是什么吗? 这帮的地方拉着这么重。 那就是它的牧场。 那是我的头。 有什么工厚的地方。 那就是我的头工厚的地方。 我已达到三岛。 看到一条条大鱼翻腾跃动 人们脸上都是满满喜色 这一刻我和同学们都特别激动 我们的摄像大哥也激动起来 为了将鱼儿拍得鲜活 专注于镜头的他一点点靠近鱼堆 却丝毫没有注意脚下 一不小心就滑到了冰水里 这下半身基本都湿透了 这么冷的天冰水沾身的感觉一定很难受 真的很让人心疼 虽然有这么一个小插曲 但我们全体设置组在现场 不仅仅被这丰收的场景所震撼 更是打心眼里为这些辛劳的鱼迷们感到高兴 可是打捞上来这么多的大鱼 究竟要运往哪儿 又该怎么保存呢 就是这个大院其实就叫冰院子是吗 对对对 做门出场鱼的 这下边就是很厚的冰 哪里 脚底下 脚底下 我们还是踩在冰上 对 这个要一层一层的浇 要浇六层冰 所以这个冰厚了以后呢 就是它就能使这个温度和湿气潮气都保持在这地下 所以这个冰起到了保护鱼的作用 看来查单湖除了鱼类资源丰富 还天然适合储存便于运输 确实是东部的绝佳场所 而我一直以来最大的疑惑是 这项源自千年前的鱼类活动 在机械发达的现在 为什么依旧保留着最原始的非机械捕鱼方式呢 曹爷 那从来没有想过说 比如说咱用现在比较科技一点的那个 凿土机啊 或者什么 能打眼多快啊 一下去就能马上就穿到底儿 你可以用机械来打 但是用机械来打 本身这个机械 我用的那种动力 这对自然是个污染 所以它用人 又通过经验 一代代传下来的经验 它就为了保持这个查看湖的这种生态的生产方式 所以它不用那种机械 本来是可以用的 但是不用 用这种千年传承下来的办法 天然的办法 大自然的馈赠 弥足珍贵 这一方大湖是渔民们赖以生存的地方 而渔民们也努力地保护着它 维持着湖内的生态平衡 唯有真正爱这片土地 人们才能与它和谐共处 这次的旅行 虽然每天都是在零下二十多度的户外 一待就是一整天 脚也常常动到失去知觉 但是同学们却从来没有叫过一声哭 每天都是热情地参与节目 热情地提问发言 我想这一次的旅行 无论对我还是对同学们 都是一笔珍贵的财富 而这项古老的渔猎活动 更是足足辈辈生活在这里的人们 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激 这一切需要我们大家一起去了解 去保护 去传承 Could we please help men